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产S 每单位的生产成本 跟B国生产Y 每单位的生产成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包括就是越南的部分 那越南是新疆坡最大的什么东西进口南原国 这样子 好 B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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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三分到二十 我们的报告的主题是新加工贸易贷款 那新加工贸易贷款 那新加工贸易贷款 大概就是从1970年代开始 他开始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 大力发展一次照片 然后再到2000年的话 是与多个国家签署自由报应协定 然后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保 那到2010年的时候 新加坡成为了全球主要物流和贸易区流 并发展成智慧城市 那近几年的话 就是推动数位经济和预设经济等 那今年的话是新加坡 持续发展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心 进一步推动可能是持续发展的目标 那新加坡对外贸易贷款的话 贸易平常合作的国家 根据数据统计 2023年前新加坡前十大贸易国家 包括中国、美国、马来西亚、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印尼、澳大利亚还有越南 那重点贸易型行业 新加坡主要出口比较为 机体电路 然后还有黄金半制品跟半导体装置等 那主要进口的项目的话就是 重油及清油制品 然后还有原油跟喷射引擎等 那 报应出口总值的话 2023年新加坡 贸易值是 9千144亿美元 那进口值的话是4302亿美元 那出口值的话是4842亿美元 而对外贸易之协会的话 新加坡 那与新加坡贸易平常合作的国家 进口的部分有中国大陆 还有美国跟越南 中国大陆的部分 是新加坡最大的一个单一进口市场 然后占新加坡进口的是松坎 然后最主要的进口项目是自电权口 美国的部分是肉品 新加坡的肉品全部都是两个一进口 然后是以美国的肉品为主要进口来源 然后越南的部分 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进口来源 出口的部分总共有印尼跟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部分是新加坡 占比第二高的出口国 印尼的话主要进口新加坡的 矿路燃料跟器械产品 进口产品的部分 主要是以电机跟设备零件 占总比的33% 矿路燃料是22% 机器跟器械用品是14% 出口产品的部分 新加坡出口产业主要出口电体器械 占42% 医药产品占18.6% 化学至0.7% 飞机45% 新加坡贸易进出口总值 在2023年 新加坡的贸易值高达9144亿美元 进口值则是4302亿美元 出口整颜是4842亿美元 主要进口的底下有电机与设备 其零件、空燃料、机器及器械用品 还有金属制品跟精力仪器 主要出口底下也有电机与设备元件 机器跟器械用品 空燃料跟位置定性的精力团契 安国之室多位贸易制协定 新加坡南韩是数位伙伴关系协定 安国将成为成员国之间的数位经济合作 电定基础 以确保该协定成为强化经济伙伴关系的平台 自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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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Biz哥 我要介绍的是马来西亚的贸易装置 首先和马来西亚的警戒是 马来西亚的贸易是可以最铸造的 它是作為最早期的支援出口國家 它是出口相交跟期控 然後這幾年不斷的擴大到現在的生機強化 然後也是這個東南亞地區的全化貿易 然後就是它的時間點的變化 從古代核潮的貿易到現在的貿易 一共發展了將近一十幾 然後馬來西亞的出口成品有電子石油 中油機械跟滑雪的升溫成品 然後鏡頭的是電子石油 金屬製品 然後機械跟滑雪 然後馬來西亞出口市場 有中國新加坡美國的冷藏 鏡頭來源也是中國新加坡美國的韓國 馬來西亞的我國的經濟關於 我國鏡頭的主要產品 為電池及其他電子硬件 然後石油機械跟那種電腦出體器之類的小優件 還有電子硬件 然後我國出口的主要成品有出息 然後我們基金有電路 石油還有天安系 和半導體經驗 如果貿易符合哪些貿易比較優勢 馬來西亞擁有豐富的天安值 台灣在電子產品和鋼合金製造業方面 比較具有優勢 新貿易的強調規模經濟和產品多樣化 台灣和馬來西亞的企業可能通過專注於 特別領域的產品來降低生產生產 雙邊貿易分析 我國經營馬來西亞只能集體電路為主要 相互進出口項目 雙邊相符相成的事態 另外由於馬國天安資源豐富 我國一致馬國進口大量石油間 及天安氣相關的產品 雙邊經貿交流活動 經貿論壇 研討會 貿易展覽 商務配對活動 政府層面交流 與台灣重要經貿問題 經貿逆差問題 產業結構性問題 投資合作阻礙 商品製作性問題 貿易展覽 商品製作性問題 貿易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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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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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